在台湾的第四个晚上 我们入住了桃园渴望会馆 这是一家亲子饭店 离六福村很近 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在房间就是片刻我们变到底层去 这里有7-11 里面卖很多食物 也有很多可爱的生肉和诺比周边产品 蛮好换的 我们 我们买了一些当地杯面 就在这里吃晚餐 吃完之后变到宁天罗游戏室玩的 真的很好玩耶 游戏室开到晚上10点 游戏室开到晚上10点 游戏室旁边有个云赌步不辞迟 我们也不放过 游戏室的门戏室 玩个痛快 玩个痛快 饭店也提供其他的秀仙设施 住在这里真的不怕闷啊 第二天一早 我们必到渴望他去吃早餐 这里提供西式早餐 每人可以点一份煮菜 吃完早餐我们又下去底层 好可惜绵绵细雨 我们无法骑脚车 又继续玩你弹道游戏了 之后我们去参观游泳池 这里是游泳池的冲凉反而更衣室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这趟旅行不会下水 哇 这里的游泳池还蛮大的哦 过后我们便走走看看 这饭店有什么店铺 由于时间太早 加上是星期二 大部分的店铺还没开始营业 在这里又看到了扭蛋机 又转了一粒 大概早上九点 我们便check out离开可望会馆 拜拜